第106集 静 静衍 你今日可有趣向父皇请安 他哭成这样 却问出如此一句话来 静王一时更加无措 我与父皇上午一直在一起啊 那下午呢 还没有去过 你 你去向父皇请安吧 静王待了待 到 父皇不是在午睡吗 午睡也该去 静妃断断续续地到 至少等 等他醒了 如果听内侍说 你来过 心里一定 一定会高兴的 萧景妍正正地看了母亲半天 突然明白了她的用意 勋气转头看向梅长苏 却嫌这位谋士已站了起来 静静地避养在一边 整张脸如同戴了面具一般 瞧不出丝毫端倪 快去吧 去吧 静妃拍着儿子的胸口 缓慢 但坚决地将她推了出去 但等她走后 她却又没有立即跟梅长苏说话 反而是低所回以上 仍是猪泪不甘 梅长苏无奈地凝视了她片刻 最终还是巧然长叹一声 缓步上前 蹲在她膝前 摸出袖中软筋 为她示泪 轻声道 娘娘 您别再哭了 再哭 又有什么益处呢 我知道 只是忍了这些年 突然忍不住了 静妃似乎也在拼力地平息自己 拉着梅长苏让她坐在身边 泪眼迷蒙地看着她 看一阵 又低头拿手巾擦擦双眼 我现在很好 梅长苏柔声安慰道 只是比常人稍稍多病些 也不觉得什么 静妃哽咽道 荒寒之毒 为天下其毒之手 要清理它 又何止脱一层皮 那么简单 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 可有说什么吗 她说 我底子好 没事的 怎么可能没事 错骨削皮拔的毒 第一要紧的就是静养 静妃一把抓住梅长苏的手 啃气地道 你别管静眼了 好好养着 井里的事我来办 你相信我 我一定办得成 梅长苏用温暖而又坚定的目光 回视着她 缓缓摇头 不行的 宫里和宫外 毕竟不一样 我走到这一步 已经越过了多少阻碍 娘娘 你也要来阻碍我吗 静妃心头 如同被扎了一刀板 更是止不住地泪如泉油 仿佛压咽了十几年的悲苦之情 全选在此刻 崩发了出来 您若要帮我 就什么也别跟静岩说 梅长苏的眼圈 也渐渐地红了 但唇角 却依然擒着淡淡地笑 静岩很好 我也没有您想得那么累 您放心 我有分寸的 您以后 还是继续给静岩 做真子书吧 就算她不小心拿错了 我也不会忽里忽图 随便吃的 小叔 小叔 静妃 静妃 难难地念着这个名字 轻轻抚摸 梅长苏的脸 你以前 长得那么像你的父亲 娘娘 我们不说这个了 梅长苏 继续给她示脸 现在 还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您会帮我的 是不是 静妃 透过一片模糊的水色 凝视了她虚强 最后终于一闭双眼 缓慢而沉重地点了点头 见她允诺 梅长苏的唇边 露出一丝淡淡的笑 明明是宽慰的表情 却又显得那么悲凉 静妃 不忍再看 低下头 用手筋 捂住了脸 娘娘 梅长苏 缓缓站起身 轻声道 时辰不早 我也该走了 您一个人 能静起来吗 静妃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用力 印干脸上的水迹 抬起了头 你放心 景妍那边 我知道该怎么办 梅长苏 点点头 退后一步 屈膝跪下 行了个大礼 定一定神 转身掀开帐帘 头也不回地离去 十一五后 帐外 是一片淡淡的冬墨暖阳 但空气依然清冷 萧景妍 静静覆手 站在皇掌圆门之下 毅然不动的样子 竟像是已然凝固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静王立即回过头 拖来两道审视的目光 语调不高 却很有力度地问道 母亲把我支出来 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面对静王的逼问 梅长苏 却没有直接回答 视线绿绿一转 转向东侧的那顶皇帐 殿下不是过去请安了吗 不慌再午睡 我能请多久 那殿下 为什么不进来呢 母亲很明显 是想要把我支走 我又何必这么快进去 让她烦 可是殿下你 还是很想知道 我们在谈什么 当然 萧景岩被她闲适的态度 弄得有点沉不住气了 母亲已经很多年 没有这样失态过了 我必须要知道 此中缘由 那殿下 为什么不在帐口偷听呢 娘娘和我 都不是什么高手 您小心一点 我们是发现不了的 静王瞪着她 脸上绿过 薄薄一层怒色 我并非从来 不做这样的事 但是 我不会对母亲做 既然殿下刚才没有过来偷听 现在 又何必要盼问我 梅长苏冷冷道 这两者之间 没多大区别吧 如果殿下真的那么想知道 我们谈话的内容 最好还是去问静妃娘娘 问我 总归不太好 静王已失语色 目光游动间 有些迟疑 其实 梅长苏 放缓了语调 徐徐道 以苏母的捉见 殿下只要知道静妃娘娘 是个好母亲 会以心一意 为你好就行了 何必追究太甚 每个人 都有属于自己 不与人知的部分 不问 也算是一种孝道 如果实在忍不住 那就当面问 总之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请殿下宽量 静王 大踏步地来回走了几遍 又停住 母亲 不让你说吗 娘娘 没有这样吩咐 可她指你出去 自然也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的意思 不想让我知道 那为什么你可以知道 梅长苏 无奈地垮下双肩 看来 殿下实在是忍不住 那就问娘娘吧 我先回去了 说完 公公手 竟真的失事然走了 静王一时气劫 可事关母亲 她又没有办法 愁躇了一阵子 到底不放心 还是重新 先连进账 静妃 正在用湿巾镜面 脸上除了眼皮 略红肿外 已没有了其他杂乱的痕迹 见到儿子进来 她放下手心 浅浅笑道 你回来了 苏先生没有等你 已经告辞离去了 还是知道 我们在外面遇到 萧景妍走过来 扶母亲在椅上落座 自己拽了个垫子过来 也靠坐在她膝前 仰起头 慢慢地问道 母亲 你真的没有什么话 要跟孩儿说的吗 静妃将一只手 放在儿子头上 轻轻揉揉揉 长谈一声 静妍 你能不问吗 可我很久没有见过 母亲如此哀伤了 杰续把话说明白 我可以做点什么 你的笑心 我明白 静妃向她露出 一丝七处的笑容 声音依然那么温柔 慈和 可是景妍 母亲也有母亲的过去 很多事情 发生在你出生之前 其实跟你没有 多大的关系 何必一定要问呢 我出 出生前 静妍正的证 对于每一个 如母母亲的儿子来说 确实很难会想到 自己出生前 她也有过往 我如此爱上 是因为太久远 久远到 已经忘了 没有防备 所以突然之间 想起时 才会觉得 那么难以自控 静妃 喃喃地说着 语意 却很虚妙 其实跟苏先生 没有直接关系的 只是那些回忆 是被她勾起来的而已 她是一个 很周全体贴的人 虽然我没有要求 她什么都不说 但她 却一定不会说的 所以 你不要逼问她 等母亲觉得 想跟你讲明的时候 自然会讲的 没有商量过的 静妃和梅长苏 很默契地采用了 同样的方法 刚刚那一幕 现在已被转为 是静妃的秘密 而非梅长苏的秘密 可是静妄 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出于对母亲的关心与爱 她纵然是满腹疑云 也要强行按下去 无法再继续追问 尽管她的心中 此刻并没有信服 已经百折 千回转了无数个念头 猜测着 所有的可能性 可是最后 她还是不得不低下了头 轻声道 那请母亲 多保重吧 孩儿告退了 静妃 默然汗手 并无挽留 等儿子退出帐外后 帮从袖中 拿出乙和药膏 对静 细细抹在眼上 可抹着抹着 又忍不住落下泪来 这场会面 就如此这般 匆匆结束 没有波澜 没有意外 但是后果 却好像有些诡异 至少静王府的中郎将 列战英 就是这么觉得的 两个一起出去的人 各自先后回来 一个若无其事 另一个 则是皱着眉头沉思 说他们失和了吧 每天还依旧 相互问候见礼 说一切如常吧 就突然变得疏远 好久没有坐在一起 用餐交谈了 反而是那个 只爱读书的怀王 竟然因为频频过来 借书 跟梅成苏的交往 要更加密切些 这种诡异的局面 一直延续了七八天 最后 是被一个意外到来的访客 给打破的 据卫士传报 那人说是来找苏先生的 本当一概诸出 下好 我身边一个卫队长路过 他知道我素来理敬苏先生 所以命人先勘压 过来通知了我 蒙指坐在静王的主杖中 全身竖着软甲 闲视几十斤 跑过来的 不过 那人不肯说出他的名信 苏先生要见吗 梅成苏 沉引了一下道 不麻烦的话 还是渐渐的好 那我叫人带他过来 蒙指走到帐口 对外吩咐了一声 又回到原位坐下 看看对面的两人 殿下和苏先生怎么了 那两人同时抬头 什么怎么了 苏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事 惹殿下生气了 没有 静王快速地道 其他的事与苏先生无关 哦 蒙指其实很想知道见静飞的结果是什么 可是梅成苏什么都不肯说 他也不敢追问 不过 看静王的样子 也判断不准 是不是又被蒙混了过去 大约一钟茶的功夫 两名进军卫士 压了个批发蓝衣之人进来 将他朝帐中一推 行礼以后 又退了出去 那批发人跌跪于地 畸形两步 朝着梅成苏一半 用嘶牙哽咽的嗓音叫离声 宗主 梅成苏心头微惊 欲戴伸手去剥他的头发 蒙指已抢在前面 将那人的下巴朝上一抬 两边散发 随即向后垂落 露出一张轻肿脏污 免将才能辨认出真容的脸来 同路 将祖蒙宗主的视线一跳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孙主 同路伏地大哭 几乎气不成声 属下 属下对 对不起你 梅成苏 宁目看他 半晌后 取过一杯水 放在他面前 用平稳的语调道 你先喝点水 静一静 同路抹了抹脸 抓起水杯 传传全部都喝了下去 再喘一口气 道 多谢宗主 同路 十三先生说你叛了 你认吗 梅尚苏 静静地问道 同路抽气着 府邸不言 你既然已认了叛蒙的罪名 又何必要来 在欲望的疑护下 不是很好吗 宗主 属下 是做错了 但属下绝不是有心叛蒙 同路咬着牙 面色清白 照出妙银房 是因为 是因为 我知道 十三先生 已经查过了 是因为一个叫 俊娘的女子吧 是 同路低着头 脸上涌出 羞愧之色 我可以舍了自己的命 可我舍不下俊娘的命 所以 所以 别说了 我明白 梅尚苏 胆胆道 你确实没有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都照出来 所以我们也猜测你是被迫叛蒙 而非自愿 不过叛蒙就是叛蒙 没什么说的 十三先生 曾细查过你的下落 不过没有找到 你怎么会自己跑出来了 同路以额触地 原本发白的脸 有胀的通红 低声道 一开始 他们拿俊娘威胁我 可是后来 又求进住我 来威胁俊娘 有一天 俊娘偷偷来找到我 我才知道 原来俊娘 就是他们派来 派来 俊娘是秦班主的师姐 这也是后来才查出的 俊娘这样骗我 我本来不应该再相信的 可是他说 他也想斩动过去 跟我一起 跪隐田园 过自由自在的日子 宗主 他也有他的无奈之处 他跟秦班主 是不一样的 我不想评论俊娘 你直接说 你为什么来见我 三天前 俊娘带我一起逃了出来 可是刚出城 灭狗的人就追上了我们 最后虽然拼死逃过了 可是俊娘也受了重伤 当天晚上 咋就 就远了气 同路的嘴唇 剧烈颤抖起来 眼睛鲜红似血 却又没有泪水 我们本来 只是打算找个山村 交交过日子的 孙主 竟然他真的跟秦班主不一样 真的 梅长苏的眸中 忍不住献出一次联谊 但他随即 按捺住了这种情绪 仍是与生平缓 追杀就追杀 刚才 你为什么说灭口 难道你们 知道了什么机密 这也是你为什么 要来找我的原因吧 是 同路 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 似乎想让自己更痛 更清醒一点 狱王 有谋反 死言已出 不仅是蒙直 连萧景言也跳了起来 不可能 狱王手里才多少人 他凭什么谋反 我 我知道的也不多 同路一边思索 一边道 听巨娘说 盛家刚出城 狱王就去 天牢暗中探望了下江 他们具体计划了什么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狱王已经想办法 把留守京城景军 给控制住了 什么 蒙直 面色大变 留守京军有机械 哪有那么容易被控制住的 据说 统领留守京军的那两个副统领 已经效忠于欲望了 面对静王询问的目光 蒙直有心难堪 这两个副统领 不是我带出来的人 那一件被杀案才调来的 确实把握不住 可是 我相信我的兵 某种粗乱的命令 他们是不会听的 同路只是说他们被控制住了 并非完全掌握 梅长苏 摇摇头盗 禁军训练有素 列来服从上命 现在京城以皇后照明为尊 如果把他们一对一对的分开 逐皮手交武器 再集中到一处看管起来 是可以做到的 毕竟外面还没有打起来 禁军虽不能理解上风的命令 可无缘无故的 也不会强行反抗 就算禁军被废了 玉王也只有两千伏兵 够干什么的 顶多跟巡方迎拼一拼 还未必拼得过 不止 还有 同路急急的倒 巡娘从他师叔那里得知 玉王在京西有强柱 叫什么 徐 徐 徐安墨 禁王没见一跳 放在桌岸上的手 紧紧握成了拳头 请禁军嘟嘟 徐安墨 蒙侄瞳孔微缩 看向镜王 就是那个曾因临阵五谷时期 差点被电下您军法从事的徐安墨 可他是太子的表弟 我记得当年为了保这个人 太子与殿下闹得很僵 他怎么会跟徐王交在一块 现在哪里还有太子 梅长苏冷笑一声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像徐安墨这样的人 持续于一个蛇变之势 就能说服他了 怎么说 你是相信同路的话了 梅长苏惊叹一声 与其说 我是相信同路的话 不如说 我是相信徐王 有理由选择铁而走险 他现在被陛下打回原点 东山再起 困难重重 更重要的是 已经没有下一个十年的时间 让他像扳倒太子那样 扳倒建王殿下了 失去下江 失去朝上的彭打 失去陛下的恩宠 徐王这一向被逼得太近 当他的意志不足以承受这一切时 他要么颓废 要么疯狂 不会有第三条路 苏惊成觉得 徐王一定会选择疯狂 萧景岩半信半疑地问道 说是他一日在府里倒也罢了 如果他真的忍不住去看了下江 那位守孙大人 有的是办法可以逼疯他 毕竟完全没有 葫芦的人是下江 他当然希望徐王 破釜沉舟 梅长苏将视线转向同路 冷冷地问道 同路 你想给俊娘报仇 是不是 同路重重一个头扣下去 额前滴出血来 可是 你叛过我一次 让我怎么相信你 如果这一次 你又是被徐王胁迫而来 殿下听了你的话 却告徐王谋反 最后却发现他根本没有 那殿下岂不也成了构陷之人 同路满静 倾金瘴气 却无言可达 突然一跃扑向杖壁上悬挂的薰刀 拔出来 就朝颈尖抹 被蒙之一把夺了过来 疑死明智也没有用 梅长苏的声音依然冷酷 万一你真的那么看出俊娘 宁愿自己死 也不愿她死呢 俊娘已经死了 通路终于忍不住 放声大哭 她 她的尸首还满在五风波 宗主可以 拜人去看 请您继续收听 由莫言鬼语 南音为您播讲的 狼牙榜 下语